HELLO 大家好,我是這次工作坊的講師柏鴻 在我們的實作坊開始之前,先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藥學系跟藥師 首先先介紹一下我自己,我是從台北醫學大學畢業的 之前有在健保署和聯合醫院實習過 那後來都是在社區藥局職業 那麼藥學系到底在學什麼呢?當然就是跟藥物有關的知識啦 最重要的是三大領域,研發、製藥跟醫療 研發的部分從無到有,要靠藥物化學的方式去合成特定的化學物質 或是用生藥學的知識從動植物體內找到可能可以使用的物質 這是我們第一步 當然在合成的過程中不會只有單一產物 生物體內也不可能直接產生單一物質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用藥物分析去存化去分析結構 去計算值與量 然而成千上萬種化合物也不是都有效或是效果都很好 所以就要利用在藥理學以及臨床藥學的知識去探討它的生理功能 那以上這些是研發的部分 但是相信大家都吃過藥或是看過藥品的外包裝 通常藥品的量都是以毫克或是微克來做計算 但得到這些化學物質之後 我們不可能用這麼少的量去讓病人使用這些藥品 所以我們要把它製成我們可以利用的製劑 比方說膠囊或是定替這種口服的製劑 那當然也有外用製劑像是針劑或是藥膏等等 使用之後呢我們就要利用生物藥劑學去探討 這些藥物是如何在人體裡面去吸收分布代謝與排除的 這個是製藥方面有相關的知識 那把藥品做出來之後呢 我們要讓它能夠在病人身上做到妥善的利用 所以呢 藥物治療學的知識就是讓我們判斷 這個病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需要用藥 需要多少的劑量 另外如果病人是特殊族群 該如何調整等等的知識 最後我們在調剔學的部分呢 就是要讓我們把藥正確很安全的送到病人手上 而且讓病人可以安全且正確的使用這些藥品 這些都是調剔學需要學習的 那剛剛講的這些都是 就是藥學系四年至或是六年下來所有學到的東西 那藥學系畢業之後可以做什麼呢 藥學系的出入是非常廣的 最大宗的就是通過國考成為職業的藥師 除了可以在台大、北醫、榮總這些醫院工作之外 也可以進到像是樂師、大樹、博登這樣的社區藥局去職業 那第二多人選擇的出入呢 大概就是進入產界 也就是藥廠的部分 不論是市場面或是研發面 都會有很多的職位是很適合藥學系的畢業生的 除了這兩個出入以外 也有人會到學術單位繼續研究、深造 像是各大學的醫學院、藥學院 甚至是中央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等等 那這也是一條路 或是可以進入公家機關 像是健保署、衛生局 甚至是成為公職藥師等等 那現在有一個比較新的概念就是跨領域的合作 除了最基本的健康食品與公衛政策的討論以外 也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跨領域合作 所以也不是說藥學系一畢業一定就要成為藥師 大家都可以去想想看 讀了藥學系還可以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那既然藥學系的出入這麼廣 為什麼我要選擇做社區藥局的藥師呢? 對我來說我從國中就開始 希望我未來工作可以顧慮到一些事情 首先我希望可以直接面對面的幫助人 那除此之外我也希望可以有不錯的收入 所以呢醫療領域當然就是我的首選 當然醫療領域有很多不同的醫事人員 除了大家常常看到的醫師、護理師、藥師以外 醫檢師、營養師、物理製造師跟其他很多專業都是非常棒 每一個職類都很重要 而藥師呢不管在台灣或是美國的調查中 在民眾的心中信賴度都是名列前茅 而我也希望可以做一個受人信賴的人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 雖然是非常的俗氣 但家長一定會在意 而我也覺得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收入 去年6月勞動部有做了一個調查 大學畢業生平均的體薪是多少呢 是28.4K 而如果在台北 剛畢業的藥師 如果在正常工時的狀況下 都可以有55K以上的薪水 這是有一個非常大的差距存在的 所以除了可以幫助到人 又可以拿到不錯的薪水 所以我才想要成為一個藥師 那剛剛有提到過 藥師除了社區以外也有在醫院 那為什麼我是選擇社區 而不是選擇醫院呢? 這是因為我希望能夠在第一線去接觸民眾 能有更多跟民眾交流接觸的機會 然而在醫院的體制底下 這樣的機會是相對來講是比較少 比較困難的 所以我就選擇到社區藥局去擔任藥師 看完了剛剛的介紹 相信大家都對藥學系跟藥師 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如果還有什麼好奇想要知道的 那我們就工作坊見啦 掰掰 大家好 有可是不聽到 有很多經典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